讓我們馬上來歡迎何芝琳 妳好 謝謝 什麼契機 又來參選 妳找 有兩個 主要原因 第一個是 我有個朋友是副議長助理 那我也是新竹市副議長推薦出來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試試看 對 然後再來是我本來是業務 然後我很喜歡去接觸人 然後認識不同 然後看看不同面向的事情 然後來提升一下自己解決事情的能力 然後就這樣出來參選 妳解決了哪一個案子讓妳最驕傲 目前的話 我現在有先幫忙做雙簧線 因為我還沒有正式上任 雙簧線 就是有補 就是它比較退色掉期 然後比較看不到有些人就會壓在上面 還要往撞線 然後我先幫他們重新補化 妳自己 自己去 自己去 要發函 然後申請 政府申請 我跟你講知道里長的個性是不是 都不太能太內向 要親民 然後要比較活躍一點 要活躍 要讓大家覺得說 妳好像隨時都會為人民謀福利的人 對對對 因為它看起來其實滿害羞的 對啊 嗯 那里長也要一直伴亂嗎 就是譬如說很多局啊 都跟大家聚餐什麼的 對 呃 我們這邊的話是還好 因為那是比較 呃 老里長可能會到時候喝酒啊 或者是聊天什麼的 印象中的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很多社區大樓 所以其實平常也不會看到里民 對 因為手機很發達嘛 就是直接LINE啊 或者是打電話就好了 明白 就不會直接走過去 啊 對 對 而且社區都有那個電話可以 所以你們社區也是不會有那種大聲公要 里長要廣播的吧 沒有耶 太好了 如果有廣播可能還會被抗議 因為有大樓 會會會會 哦 明白了 歡迎妳 請坐 謝謝 那我們來問一下師 您平常都在做些什麼里民服務 呃 我最近就是有收到蠻多就是 有發 散發出臭味 臭水溝的味道 然後我就要當偵探 然後去幫忙找一下臭味道還是從哪裡來的 嗯 可是因為太難了 因為不一定是從我里發出來的 因為下水道是連同個就是我愛許的 對 那有沒有什麼你們里特別的地方 想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像 我們的里其實大部分都是全都是住宅 嗯 那我覺得生活機能是真的很方便 就是那邊有新竹唯一的好市多 對 然後 那大部分都不是新竹人去排 都是什麼竹北的啊 開車過來 塞過來的 那你們里就不用直接走路過去的到 對 走路就可以到了 還有我們是在新竹主要兩個交流到 中間的那個區域 哦 對 新竹 所以雖然說我們新竹 我覺得新竹沒有太多地方好玩 可是我如果要去哪裡玩的話 都非常方便 不是在城市那一區塊 對 就是要玩一個地方 都很難聊啊 去那邊騎腳好 海邊 對 那邊也不錯 然後那個漁港 永安漁港也很棒 所以里長也要很知道 周遭有什麼地方可以 對 幫大家去玩這樣子 對 因為會有人問說 要推薦去哪裡啊 然後我都從來沒有推薦 普丁里裡面的 因為裡面全都是住宅 因為你們是屯住宅啊 全都是住宅 對 所以要去你的那個里那邊開 夜店也不可能 新竹沒有夜店 蛤 對 新竹是管很嚴 真的嗎 而且有都收掉了 真的嗎 酒吧也不行嗎 酒吧有 但沒有夜店 對 不能太宣傳 因為新竹其實也很小 其實學區附近都有規定 不能有夜店 或者是什麼電影院之類的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設置的話 也很困難啦 對 法規上是過不了的 對 那你這樣旁邊的里的 都是年紀跟你差不多嗎 沒有 沒有 都是五 六 七 十歲的人 那這樣不能害怕嗎 對啊 不會 因為他們很好啊 都 阿伯們都很好 真的喔 然後很容易帶我 然後很熱心說 有什麼需要幫忙 都可以直接聯絡我 對 然後我很多事情 都會請教他們 對 因為就是從來沒有參與過政治 就很多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問題 菜鳥就對了 新手 新手 長輩帶著走 但這樣很好 因為他這樣很想要學習 對 也就會進步得很快 那來看看 其實您平常私底下的打扮 我都是以舒適 比較舒適為主 文青 文青掛的 但是真的看到里長穿這樣 來服務里民 里民也會非常高興 很開心 對啊 至少是一個賞心悅目 本來有問題想要問 然後看到 我自己來 我剛剛問什麼 但是我當上里長是 有需要比較注意自己打扮 比如說會盡量 減少穿短褲 就是要穿 對 要穿牛仔褲之類的 這是規定嗎 沒有規定 比較好工作 方便工作 還是有長輩啊 會介意說 你當里長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還是會有很多保守的 官窗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 盡量不要讓別人講話 對 我們剛開始 都丟了 都把它燒了 請問妳講有薪水嗎 對 那不叫薪水 叫事務費不扣稅 然後明年開始五萬塊 這樣子 然後固定的話 我不確定 應該都會由你幹事 他會幫助你發公文 然後每個月就會 會給他四千塊的 協助的事項 也是從那五萬塊扣 對 沒錯 然後其實 有些費用很多 都要從裡面扣 像是 如果我這邊有 黎明活動中心的話 那裡面的水電費 是我要支付的 對 我正要問 像有一些 不是 我小時候 有一些軍工藥人員 他們的水電啊 可以減免 就可以減免 或者甚至只要一半而已 所以你們沒有這些優惠 全部要 全家健保優惠啊 對 有健保的優惠 因為還是算公務員 對 還是算 但是是唯一可以兼職的公務人員 就是我們還可以有 其他行業 自己的工作 像是議員的話都不行 對 那會有年終獎金嗎 不會 沒有年終獎金 對 但像有些公務員 但是好像有三節的獎金 三節 對 謝謝你喔 謝謝志玲 好的 今天陳老師 你覺得呢 他這麼的清新 對 然後里長因為呢 他的妝不但不能太腰 對 還有 要持久 是 因為他可能做一些你知道嗎 比較粗活 對 所以他可能會流汗 出油啊 那你一旦妝太濃啊 就會覺得好像會有一點嚴肅 對 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要讓他的整個 眼睛看起來也是在笑 然後嘴巴看起來也是在笑 那今天啊 我要幫他化的這個妝 就是以唇妝為主 所以啊 我們就是記得你在化妝的時候 就是 你今天想要用眼睛當重點 你就是先從眼睛開始畫 那你如果今天想要用嘴唇當重點 你就是先從嘴唇開始畫 今天我要幫他先畫口紅的話 就是 先幫他介紹的這個是 哇 因為年底 年底派對越來越多嘛 對啊 所以這個品牌 他就推出了一個類似像晚宴包的 這個唇妝的組合 然後他裡面 哇 對 他裡面就是經典的幾個顏色 都幫你配好了 那因為現在里長的身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幫他選擇這種 比較淺一點點 比較霧面一點的唇膏 喔 這顏色好漂亮喔 對 很美耶 離長都要幾點起來啊 平常我大概七點多就會起來 好早 這麼早 對 就會去里內巡一下 那幾點睡啊 對 幾點睡 我滿早的耶 就大概十一點左右 真的很早 正常作息 嗯 然後啊 我們就是在 今年的畫很流行就是 雙色的搭配 喔 你可以外圍啊 就是幫他畫這種比較淺色的 然後你在唇中間 你可以再幫他搭一個 比較深一點的 然後同色系的這種棕色的 然後搭在你的嘴唇中間 這樣子看起來氣色就會比較好 對 因為有時候你擦這種就是 夫羅的顏色會看起來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有氣色 嗯 那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要讓你就是沒有在笑的時候 也在笑 那之前呢我們有教大家就是說 你在嘴角的地方可以上一點點的那個 眼線 對 那今天要教大家一個 比較新的方法就是呢 你可以用這個牙線棒 對 用牙線棒 然後呢沾一點點這種就是咖啡色的眼影 喔 然後我們就是用牙線棒來畫那個微笑的線 微笑線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耶 對 第一次看到牙線棒 然後啊 就是你可以對著鏡子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嘴巴打開 剃啊 然後呢就是 喔 畫在腿腳 這樣它就會有一個 喔 那有一點點 你就會有感覺好像 有翹起來 翹起來 感覺 都沒想到這一招喔 對啊 用完牙線棒就丟掉了 沒想到老師用完還留下來喔 很好喔 沒有啦 湯用的嗎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個化妝新手 你不曉得要怎麼拿捏那個線 怎麼捏那條線 對 因為像溪美姐之前也有在畫 我今天也有畫啊 對 今天也有畫 所以就是你沒有在笑 也會覺得好像有一個微笑線 那眼睛我們也是要讓它有那種 就是在笑的感覺 就是要讓它的這個臥蠶 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們就先處理它這個 黑眼圈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遮黑眼圈的時候 是遮在它的這個 眼睛看上 就是臥蠶的底下這裡 對 然後這邊就讓它自然有個陰影 對 就是利用它的那個黑眼圈 就是黑黑的地方 然後我們不要遮到太上面 就是讓它底下這邊稍微遮一點 這樣臥蠶很肥美耶 對 這樣臥蠶就會明顯 對 它再讓它稍微再加強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一支眉筆 我們就是幫它加一點點線條在 喔 喔 加在臥蠶很像耶 直接畫在 對 就畫在那個分界線的地方 讓它變更肥 對 三滴力 這樣它就會變成好像也 喔 真的很像在笑耶 對 就是沒有在笑也會覺得在笑 臥蠶變超大的耶 然後我們再讓它再更膨一點 包包 我們就用 對 就用一個臥蠶筆 這是一個韓國的牌子的臥蠶筆 然後呢 就加在它的這個 提亮它嗎 對 提亮在臥蠶的地方 哇 這樣子它就是亮亮的跟陰暗的地方就會 很明顯 有個落差 就有個對比這樣 哇 對 但是就是不用畫到太多妝 但是就是感覺好像變成好像眼睛在笑的 嗯 這種臥蠶筆跟眼影不一樣 因為很多人會用眼影來畫臥蠶 對啊 那眼影的話它的那個亮片的顆粒會比較大 對 然後你畫在臥蠶就會很像一粒一粒 很像過敏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要買這種就是 沒有亮片的 喔 珠光的 很像珍珠皮革那種 對 就像那個 油亮的 絲緞的那種感覺 OK 就不要有顆粒的 明白 那你如果說像里長晚上 他可能要跟男朋友去約會啊 還是說可能李明他們有一些喜宴 派對 不一定是派對 可能有 李明有婚姓 像嫁女兒 對 嫁女兒 然後你可能要去台上致詞 要啦 那這個妝就太淡了 對 那這個時候啊 里長就很快的呢 就可以拿一支眼線筆 我們在眼尾的地方 幫他加一點點眼線 眼線筆 把眼神勾出來 就比較好畫 初學的人比較好 比較好控制 好控制 對 哇 有耶 有耶 它就會變得很有女人味 然後其實也不用加太多化妝品 它就這樣加一點點眼線 而且他右臉感覺好開心喔 真的耶 對啊 不要再笑 我自覺在這邊笑 對啊 而且整個有拉提的感覺 對 然後呢 你加了一點眼線之後呢 你再加一點點亮亮的唇 這時候就可以唇蜜喔 就可以亮一點 紅一點 就可以去打提 哇 比哥 真的有唇蜜就比較好相處 對 就會變得比較活潑一點 我現在這邊角度看 它左邊就很像是一個很好親近的美女 右邊看起來還滿像韓國的愛衣味 對 對 有有有 對 對 有 所以其實啊 就是不用花太多時間 也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讓自己有氣色 然後呢 也可以讓自己變裝變得很快 幾個步驟就能打造氣質小姐姐妝容 因應不同的場合加上幾筆 就能改變妝容去派對囉 2023年新年快樂 我是唐淇洋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年運勢如何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帶你掌握個性做運勢喔